台北市长柯文哲领导的台湾民众党代 今天召开临时党代表大会 但没想到表定中午一点登场 出奇的党代表一直没有过半数 拖了40分钟人到了过半数会才开成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 柯文哲就说 没关系 关关难过 关关过嘛 最近柯文哲到医院探视的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也邀请了深绿的前台北县长 尤其来为党代表演讲 外界认为他这样一个举动 包含拉绿的 包含去看蓝的立委 这似乎代表他想要蓝绿通吃 扩大对于民众党的支持度 民众党办活动 台北市长柯文哲请来 祖母绿等级的民进党创党元老游青 来做专题演讲 似乎想洗刷偏蓝形象 本来就德国的法学博士 对这个政党的政纲党纲 这个他蛮有研究的 我跟他谈过话 我觉得他对这方面 我们英文就很有现实 不过有金门女战神封号的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最近累倒住院 柯文哲也特别跑到医院 关心陈玉珍的病情 主治医师是我的以前的学生嘛 要谈 我不要谈人家的 应该去谈人家的病例 讲到政治就要蓝绿 蓝绿没有其他的走线嘛 这才是我们要努力去挣脱的 部分蓝绿都要争取支持 只是民众党十七号中午一点钟 召开临时党代表大会 差一点就留会 标榜免党费的民众党 当年成立不到一年 党员数就膨胀到一点二万 现在党费一年五百元 最快五月开始收费 就看柯主席魅力 党员愿不愿意掏钱买单 华氏新闻 这样是我们黄昭盛台北报导